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此心无痕 可是我 您在担心学校 我想过了 我可以向嘉藤校长去请假 让他给您算作度假 保留您的岗位 薪金 另外我给您另开一份薪水 总之条件由您来提 我一定满足 等到尤甲子回国 您随时可以返回学校继续指教 尤甲子要回日本了吗 我原本想带着他方便照顾 可是我的公务太忙 顾不上 对他未必好 我已经尽量按照王老师说的 去尊重他 引导他 可是精力有限 那好吧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尤甲子吧 你答应了吗 非常感谢 先生 到了 谢谢 景天科长 王老师 我正在找您前景三 有事情 景天科长 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那景天先生 我就先走了 你们聊 是 尤甲子 他的同学 彩音 我想尤甲子可以提供 有价值的线索 那我想能否你去问问他 我相信他更愿意 对你说 非常愿意笑了 你是说可以去这个地方 找到你的好朋友才应 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去那儿 千金君 你千万不要让我伯父找到他 帮帮他 不要担心 你的伯父想要找到他 是因为他的爸爸差点害了你 可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他一定不知道他爸爸要害我 他一定是无辜的 我已经让王老师去了 但是万一有人跟着他 我怕他应付不了 如果千金君也去的话 我就放心了 放心吧 你是不是找到彩莹了 没机关的人都撤了 你约我来这儿干吗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看来游家子 把他跟彩莹的小秘密也告诉你了 是 放心吧 彩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据彩莹说 他爸爸 让他去姑姑家找他妈妈 他到的时候 他妈妈就已经死了 你不要寒意 那他看见秀手了吗 果然 affected by this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白天就觉得这面墙有问题 我摸的时候发现这面墙是新气的 后来我查过他的资料 他学过建筑 还参与过礼堂的改造 钱还在 杀人灭口 应该是不想让他说出更多的秘密 看来幕后还是有指使他的人 帮我一个忙 一会儿给政治保卫局打电话 让他们来处理现场 让他们来处理现场 我出去一趟 会会这个人 您好 您是要住店吗 我选找人 我选找人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们还是有点默契的 你给陈国平四海旅社的火柴 不就是想把我引过来吗 这么给面子 说说吧 为什么要那么做 说不起了 还是四季报复 想太多了 我只不过是因为刚到上海 想给那个景田一份见面理 我没想过你会在哪儿 对付景田可以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你为什么要对尤家子那么做呢 无辜 不是 陈谦 你是不是演戏演上演了 还帮日本人说话 战场上哪有什么无辜 那个魔术师已经帮你完成了任务 你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夫妻两面口呢 没有爆炸伤 看来陈谦也能解决到那个炸弹 要是连这点小麻烦都解决不了 我也没必要陪他玩 这干嘛干嘛呢 这干嘛干嘛呢 是彪立切 原计划说好了他 事成之后啊 他跟他女儿继续躲在里面 等天黑之后再出来 由我们负责经营 他自己怎么先跑了 不安居本野 这不捣乱呢吗 那 那他女儿呢 是不是也跑了 你问我 问他 所以呢 他没有按照我原本制定的计划执行 我怎么能保证他是不是中途辩解了 大老板说过 宁可疏杀不能放过 也只有你这种人 能享受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是在帮你啊 我常常没被你害死 军统第一特工 哪那么容易死啊 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你了 当然要谢谢我了 据我所知 景天本来就不太容易相信人 他经过我这么一折腾 我相信 他一定对你的信任度加上 你还得罪了 你的所作所为 我会如实地 向重庆回报 景天 彩因母亲的死状 跟前景光复的一模一样 你对她也用了置换剂 我没说错吧 没有哪一个 在等着自己丈夫 和女儿回家的女人 会选择自杀 怎么能编啊 编这么好 怎么不去编阳系 打报告 有证据吗 有证据吗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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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景天说 好 让我来接尤家子的家庭教师 取听浅花眼 能为家人效劳求之不得 大胡春的 谁吗 你那天在四海旅店 见到你想找那个人了吗 见着了 可惜最后让她跑了 跑了 我刚在美机关跟景天 汇报完一次 是不是还得跟你汇报一点 那你肯定没有跟景天说 那个人不认识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 你让我打电话 通知政治保卫局的人来收尸 务必让他们到了之后 再告诉他们你在四海旅社 不就是想让我拖延他们 让你先见我那个人吗 这位小姐 你真的很聪明啊 很符合我外婆 给我订的娶媳妇的标准啊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把你的真真办法告诉我 马上她帮你算算 要不你考虑考虑 让你外婆先算算 能不能活过今年 这我 你不怕当广子 看在生间的范儿上 我劝你悠着点 不然在景天面前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不会的 我们互相掩护 事实地打情骂俏 只会伪装得更好 活得更久 咱俩是一路人吗 是不是一路人我不清楚 但现在肯定是一条程序 她骂着 相互不知底细地骂着 那会一起死的 那好 那就透个底 你把彩影藏哪儿了 你想干吗呀 这个孩子肯定是无辜的 她需要被照顾 我会照顾好她的 好 我可以不问你是怎么照顾她的 但是在尤家子面前 我们不能有两个说法吧 这还用你说 有 有家子 我说过不要打扰我 我只想一个人搭一会儿 我来吧 我来吧 有家子 你是连我也不想见吗 王老师 王老师 你快进来 你快进来 王老师 你们找到她了吗 放心吧 彩影她没事 浅济先生说会想办法 把她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也知道她很有办法的 那天如果不是她 我估计已经死了 既然没有死 那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赚的 所以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嗯 能时常见到王老师 和谦诊先生 我想 以后我应该会过得更开心的 今天早 太贵重了 这是我家传的青龙匕首 你不顾性命 救了尤家子 这一点小礼物 不算什么 所谓 保刀赠知己 还请您需要的 那堪在景天桑 视我为知己的诚意上 我就不推脱了 收下来 谢谢 前景三 有件事情和您商量 我想推荐您 去政治保卫局 做监察长 不知您意下如何 可是 我是奉前阳长官的命令 来接替舅舅人科负雄的任务 才来到中国的 寻找油矿石 事宽重大 是不是 应该尽快推进此事 对对对 说起来很惭愧 这件事情有点麻烦呢 人科负雄将军 在油矿石的体链上 在国内无人能及 之前一直是他 主持工作室的筹备建立 由我来负责寻找矿石 但前景三 近期 中共游击队 进行了很多破坏干扰 我们的工作无法进行 所以我才想到 能不能请您暂时去救 去政治保卫局 等到这边的工作可以开展 我再请您过来 既然这样 那一切听景景三的安排 如果寻找油矿石 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 还要尽情仨 不要客气 尽管开口 一定 这里离不开您 小猫咪 看见我的胭脂了吗 想什么呢你 你说什么啊 你看看你 魂不守舍的 你的浅浅先生 几天没来 你就像得了相似病似的 哪有 听说有人生病了 是不是想我想的 浅浅先生来了 那你没聊 我回避 今天这件衣服 你掉的 回复了吗 怎么才来 回复了吗 一旦就了公主 回复了 重新那边说 他们毫不知情 那这么说 我们猜得没错了 杏文天想干什么 他想害死你 敌人的冷箱都躲不过来 还要放自己人的冷箭 这件事 要不要跟邱队长汇报 要告诉邱队长 跟邱队长说一声 让他告诉关注 不要让邱队天坏了我们的正事 又交出关 景天 现在对你什么态度 我救下了他们 对我暂时打下了疑虑 对了 你要告诉邱队长 他现在 就让我去政治保卫局 任警察长 为什么 猜一猜 前景光夫来中国示威的 找油块 景天为什么让你去政治保卫局啊 人科复雄负责的是油矿石实验室的事 前景光夫来是借替他的工作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 景天不想让前景光夫进入那么深 景天想利用前景光夫 独来寻找油矿石和武器研发的工作 他真是想独占功劳 没错 第二种 就是他对我还没那么放心 现在关照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 自己还是想细细 政治保卫局 也不是什么信息都得不到 答应也于是 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可能更隐蔽 刚才咱们要讲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我再重复一遍 最重要的一点 有什么事情 你们尽早地会吧 不要等到我问到脸上去 我问到脸上这事就不好办了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好 咱们散会 对 关叔 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请请 你先出去把门关上 舅舅长请坐 好 说吧 关叔长 什么事 刘伟迪的报告您收到了吗 收到了 好事啊 陈前在上海拆解了一枚炸弹 成功地取得了今天的信任 这对他完成这次任务太重要了 我相信他凯旋是指日可待 舅舅长 这是你领导的好啊 您知道这枚炸弹是谁放的吗 我不知道 谢冬天 不会吧 上次开会的时候 您说谢冬天 去外地进行训练了 其实他到了上海 我不明白 让自己人这么九死一生 他到底是为什么 救人 这 救人 我实话跟您说吧 谢冬天是我配到上海去的 但不是去放炸弹 为什么呢 你也知道 尚风现在的精神是这样的 连贡防贡双关几下 在防贡这一块 我家里真的很大 上海的共产党活动 一直比较频繁 所以我看他确当是了解一下 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哪知道 他干这么糊涂的一件事情啊 您的意思是说 他的行动您一概不知什么 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谢冬天 他 他一直是这么逞强好胜了一个人 可能跟他过去有关系 你也知道 他这个人小时候父母上往 是个流浪的孩子 所以他做事情 他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 旧国长 这样 我跟你表个态 如果坐实了这件事情 是冬天干的 他回来之后 我一定严加处置 绝不顾血 懂了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告辞了 旧国长 早上 陈欧英国长 生煎 热腾腾的生煎 给我一袋生煎 好嘞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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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交给我吧 好了 姑娘 你的生煎 给 谢谢啊 你怎么来了 能为佳人下劳求之不得 大胡春的 是吗 这位小姐你这么聪明 很符合我外婆给我订的 娶媳妇的标准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把你沉沉巴子告诉我 我让她帮给你算算 你住进景天家了 还是她主动邀请的我 我还稍微地 表现了一点点的为难 分寸拿捏的 刚刚好 别高兴得太早 我告诉你 人得意的时候啊 往往最容易露出马脚 不是你让我主动接近她的吗 好早一点拿到油矿石的情报 我这都住到她家里去了 你还不满意 我不是不满意 你能住到她们家 对获取情报 肯定有益 可那个吕布 不是也在吗 她肯定也是冲着 这个油矿石去的 我担心啊 你们俩在一块儿 争奸对卖忙 别让景天看出这么破绽来 你放心 我会努力控制好自己不揍她的 而且我现在应该很少 能在家里碰到她 她被 调到政治保卫局 当什么监察长去了 监察长 这景天 又在搞什么花招啊 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对他们的破坏活动 起效果了呀 所以看她油矿石一石 一直推动不了 有这可能 我回头跟上级 确认一下 不过不管是不是啊 你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 获取情报 有了可靠的情报 任务就等于完成了一半 我知道 今天留下来吃晚饭吧 怎么 龙头哥不在 家里的剩饭没人解决了 我小姑娘把两心了 龙头哥在的时候 我没留你吃过饭 那我要点菜 想吃啥 一只蹄膀 你不是说 为了我这条老命 不吃蹄膀了吗 你不是现在活得好好的吗 再吃几次也没什么关系 已经生好了 我跟你去端 谢谢海叔 我看热泽 给你了 我们已经在转身了 好吧 我想知道 好了 笑了 好 行了 好 行了 行呢 慢点 你一定是顾小姐 对不对 我一定是顾小姐 我没有锁点 你怎么认识我 因为我听说 保卫局有一位 非常漂亮的女医生 应该没有人 比你更漂亮了 在下前景光复 我很高兴认识顾小姐 您就是前景先生 前几日 您有救尤家子的事情 在局里都传开了 为了欢迎您 局长今天晚上 还特意举办了欢迎宴 那看来我在顾小姐的心中 印象非常好 前景先生自然是应勇过人 气度不凡 见到顾小姐 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您是有想要 恭维我的话 说给我听吗 与君初相识 犹如顾人归 顾小姐有工吗 可不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啊 怎么了 没工作啊 在这混认识啊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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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给我出去 你也给我出去 滚 出去车可以的 但是师父我出去了 谁打你的猪气筒啊 怎么了 一来就往顾小姐那边爬 说话就说话嘛 还贴着耳朵说 这顾小姐也真的是 平常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明明那个家伙 我就是一脸轻浮的样子 还对他笑 气死我了 笑的啦 我就说嘛 除了顾小姐 没有人能让我师父 生这么大的气 那小子个屁 那你说的那个 轻浮的人 是不是前景先生 你又知道了 我的意思呀 是顾小姐没准 还针对前景先生有点意思 毕竟人家前景先生 那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段有身段 你再看看你 我 我怎么了 我 我怎么了 我 我比他我比比 看 他就比我高一点 对对对 保持住 就是这样 你就把凶我的这个劲 拿出来 对吧 你面对顾小姐 你就这样 你面对前景光复 你就这样 那顾小姐 早就追到手了 对吧 你觉得我怕她是吧 我怕那个前景光复 对不对 我 喂 我住座 前景长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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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正想找您去汇报工作呢 对对对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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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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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姐 你就知道凶我 你凶我的劲 你拿出来凶他呀 刚才 拿上东西 我老公都去 快点 这就是保卫局 最近的主要工作 长官有什么询问的 尽管问在下 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师傅 你不是跟我说 跟长官说话的时候 越少越好 说得多 错得多吗 我 除了万局长 我也就只认识二位了 还请多多指教 不不不不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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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先生 您不是还认识顾小姐吗 跟杜宾君成为朋友 最大的好处就是 会知道上海所有的美女 对对对对 窑窕淑女 君子好球 周队长 喜欢顾小姐是吗 局里的人都知道 我们队长对顾小姐 是有贼心没贼胆 周队长这个应该是 是 生怕唐突家人 捐子封范 前景先生 您在中文说得真好 说得比我多好 都是四个字 四个字 前景先生 真是谬赞 在下就是一个粗人 也不怎么会 讨女孩子的欢心 生怕一句话说错 对方拒绝我 所以我就没有说 生怕没气 讨女人欢心这种事情 我也不太擅长 不过 周队长 如果想要女人欣赏你 就一定需要想一些办法 要我想什么办法呢 周队长如果想要追求顾小姐的话 也许我可以给到一些 帮助或者建议 今天晚上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宴会 对对对 有一个万局安排的欢迎宴 那太好了 那我们晚上边喝边聊 那太好了 我在这里先 谢谢前景长官 不要客气 以后还醒周队长多多指教 多多帮忙 这是属下应该的 应该的 好 徒典 路登 好 你这个先放在我这里一下 有空的时候学习一下 那我们就先搞退了 别bil论 samp 我 gelernt 你аж嗎 錢鍬先生能夠到我局任監察之職 持出我局之榮幸嗎 温局长 多顿指甲 行 多走 爷爷 温局长 以后前景上的工作 就要劳烦你 多多配合了 请多关照 请 请天科长放进 万某日后 顶当带领全局上下 遵从 前景先生的指教 积极配合美机关行动 争取在理行光 很好 那么 为我们的精诚合作 我们去呗 来 你因为是 我 前景现在是大洪人 现在知道他人洪了 那以后 我就少去招惹人家 晓得啦 我又不是高 读 浓了吧 高 三天当给他去屋子啦 应该抢掉吧 可瓜子怎么了 我 挂啊挂啊 在下午 田几前生可真是一表明 不知道娶妻了没有 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他看我了 田几先生对我笑了 小姐 我能请你挑这舞吗 对不起 我不会 那这位小姐呢 那我们去来 谢谢 请 主位 适配一下 周队长 请你了 想请教一下 那么想追顾小姐 对 为什么不去请她跳舞 不是在下不去请顾小姐跳舞 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请得动顾小姐跳舞 为什么 因为顾小姐根本就不会跳舞 那你可以教她呀 一言难尽啊 那要是我能请到顾小姐跳舞呢 那可太厉害了 不知道前进长官有什么办法啊 那要是我能请到顾小姐跳舞呢 那可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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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办一件私事 如果是在下输了 任凭前警长官调遣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打赌她要是输了呢 那打赌她要是输了呢 不知道输你什么呀 跟日本人打赌 你还想要东西呀 那 跟谁打赌 这得说前面你问她呀 曼莉小姐她会跳舞吗 她肯定输了 输了就没有面子 没有面子你还想问她要东西 你选我死啊 好 顾小姐 我可以坐下吗 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非常抱歉 我只能厚颜无耻了 坐下吧 坐下 坐下 在下前景光夫 很高兴认识顾小姐 我会在吕布身上 留下这样的一个针脚 以便营救她的同志 确认她的身份 到面子里面她配判即是 好不意思吗 我当时 不太太影响了 睡花了 前景端 你去下棚 我 aldeva的 你去招下 还有我 你去下棚 你去下棚 这要棚 你去下棚 你去下棚 我还是第一次见她 这样想 有两下子 听说最近 她跟尤家子的 中文老师走得很近 二公三 我不喜欢这种 没有分寸的预言 顾小姐 要不要一起跳支舞 对不起 我不会跳舞 没关系呢 我小的时候 连路都不会走 我现在跑得不是 也很快吗 我真的不会跳舞 那我相信 顾小姐会演戏吗 那么多人盯着我呢 我相信你怎么演 顾小姐应该比我清楚 如果我不配合你演的 黑猫盯着我们 我相信顾小姐 一定会演得很好 不肯定会二次 最坚持是 所以她 hooked 出事然后一个人 你们即使这체적ように 您必须保证 三次 跳舞 没关系 回约了就好了 你胆子可真的 千千还钱 千千还钱 这是我的原则 我早要过来当着你的面 给你说一声信息 我能认出你 你也难过 不在他们面前认出马槛 你要小心 一句祝福的话 深藏心底 相守未完成的事 与无声处累积 一条追寻的路 有风有雨 对真相的凝望 无从放弃 收护的人啊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 守护他 每一阵灯下 这闪烁的光亮 是希望之光 守护的人啊 守护着希望 守护着你我 守护他 守护他 点燃的理想 守护着我们 守护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燃的理想 守护着我们守护大家